网红大脸包真的好吃吗 俄罗斯大脸包用料到底有多足 这么大一根 一斤装 纯牛奶和面 没有一滴水 没有添加剂 没有防腐剂 这坚果含量也太多了吧 哇 这用料也太足了吧 我看了一下它的坚果是138克 真有这么多吗 买回来了 24块8一个 一斤重 看一些 其实我之前也吃过一次俄罗斯大脸包 但是它那个是没有坚果 而且是那种硬邦邦的 长得就像个大锅盖似的 但是这次视频里卖的那个 就感觉好有食欲 用料还足 就不知道好不好吃 觉得好吃的扣个1 觉得不好吃的扣个2 觉得我上到了的 扣盐多争 太辣 这也太大了吧 面包味 看一下 其实就是一个大面包的 我感觉它好像没有一斤呢 撑一下 正好正好500克呀 这一个是我买过里面最准确的了 1克不差 它的坚果是138克 我们也来试一下 哇 还是帮硬帮硬的 哇 里面确实有好多坚果啊 拿出来 终于差不多了 看一看它的坚果 还真不少啊 比我想象的是多多了 撑一下 一小兜 145克 这比它的那个还要多呢 哪里 看重量上它的宣传是没有夸大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试一下它的味道 我们全部扣出来了 是不是要安安回去啊 安吧 我看了一下它的坚果就是核桃仁跟葡萄干 葡萄干占大部分 但我发现它的葡萄干是软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大家有知道的可以评论一下 我们包了一个 里面全是坚果 它的外皮好硬 但加上葡萄干跟坚果的话 味道还行嘛 就是有点累塞邦的 但是它明显是比我之前买的那个 特别硬的 因为好吃太多了 这也太噎得慌了啊 它是那种非常非常紧实的感觉 应该能很环保 我感觉它这个一斤的大脸吧 当主食都能吃一天 再加点 吃了一大块啊 我感觉是还行 但是太硬了 不适合小孩和牙口不好的老人吃 它跟我们平时那种松懒的面包比的话 我感觉就是会更晚饱一些 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吃软的面包 OK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网红美食可以留言评论 喜欢视频的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